在蔡總統過境美國之前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先移步到美國 第一站就是首府華盛頓特區 他先在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 跟學者閉門會談 而郭台銘提早半個鐘頭就到了 他準備不少資料 但是被問到主要跟哪些學者溝通 他沒有回答 一起來看 這段晚上要跟智庫 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而郭台銘今天總共有三個行程 都是沒有公開的 在智庫後他轉往馬里蘭大學 簽署一項書跟合作備忘錄 台灣時間上午8點和華府玉山 會有一場簡單的爐邊對話 這次出訪定為科技經濟開拓之旅 和蔡總統有互別苗頭的意味 不過從台灣出發到仍抵達華府跑行程 郭台銘都還沒有對記者做任何發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